花林县警局北浦派出所9号晚间执行巡逻前务时 深夜打到一名酒驾男嫌犯 嫌犯入所之后说明头晕喉咙痛 警方立即报请隔壁消防队送医 而这个酒驾协犯快三是阳性的PCR确诊 北浦所拦检及当天四名远警也照匡列居家隔离 北浦消防队的两名队员也匡列居隔 同班四个人也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警方表示北浦派出所巡逻警网 9号深夜在新城乡北浦路抓酒驾 牵犯被逮 酒册值高达0.99毫克 且说明了身体不适要求送医 救护人员先将人送往最近的国军花林总医院及诊室 快筛裁检呈现阳性反应 再送往布立花林医院PCR后确诊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其身上有浓厚酒味 经酒册值达0.99 本所依公共危险侦犯 同仁将周南代反左侦犯时 周南表示其身体不舒服 同仁立即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 将周南送往医院就医 经PCR检测结果为阳性 分局得知消息后 于今日早上完成本所所内及车辆装备消毒工作 目前本所有四位居家隔离 一位同仁为同时段服刑 目前是自主健康管理 经PCR检验五位同仁均为阴性 本所也将持续关心同仁身体健康状况 该面嫌犯公称未曾接触确诊者也没有被匡列隔离 是否为新增传播链有待卫生单位调查厘清 记者林杰 新存箱采访报道